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中一位嫔妃 但柴氏走到黄河边 与前来迎接的父母相遇后 天气大变 下起来飘过大雨 只能找一旅店赞助 一日 柴氏见一年轻人 穿得瀑瀑烂烂 但却是一副气宇轩昂的神态 很是吃惊 便问殿家 此人是谁 殿家答道 此乃步兵军力过去而过危 随即柴氏回去跟父母说 自己要嫁给 郭雀儿 柴氏的父母文言 都以为女儿得了失心疯 对柴氏说 你是皇帝身边的人 按理说该嫁给杰柱时 怎么便宜这穷小子呢 柴氏却道 我觉得他前途不可限量 说吧 将财物分成两份 一份留给父母 一份大的嫁妆 倒切嫁给了郭雀儿 虽然柴氏已是二官 但由于柴氏和郭威平见时结合 二人感情一直很好 成官后 郭威也越来越上进 从一名不精准的小兵 温至厚汉宰相 直到建立自己的国家 可惜的是 柴氏并未活到郭威登基成帝的那天 而郭威称帝后 追封柴氏为皇后 可见二人感情之深 展开全文可能是巧合 也可能是郭威的特殊爱好 在柴皇后死后 郭威又接连娶了三位妻子 结果这三位像柴皇后一样 都是挂子 郭威的第二任妻子是淑妃杨氏 杨氏是郑州珍定人 第一任丈夫是赵王王荣 张文里治乱后 杨氏流落在外 后来嫁给一名教使 光复的老百姓 石光复死后 寡居多年 柴皇后死后 郭威亲闻杨氏贤明 拿着彩礼详取杨氏 被杨氏拒绝 后来人们都说 郭威异于常人 杨氏才答应判 郭威这颗高职 郭威的第三任妻子是张贵妃 同样挂妇一枚 张贵妃的父亲是个小官 幽州偏将武从建建其聪慧 便带回家做儿媳 可惜的是武从建那儿子命薄 无福消瘦 郭威文言 便将张贵妃收入账下 郭威的第四任妻子是董德飞 在张文里之乱时 家破人亡 七岁的董德飞四处流浪 被陆周牙将报回家 因为这位牙将的妻子不能生育 牙将对其疼爱有加 事若己出 当董德飞成年后 嫁给了同乡刘静超为妻 不久 刘静超在抵御契丹的战役中阵亡 因为张贵妃和董德飞以前是领军 张贵妃不断说董德飞的好 孤威健壮 便下屁礼 将董德飞取回了家 虽然在五代十国时期 对女子的贞洁还没有那么看重 但二婚女人毕竟社会地位低下 娶二婚女人的皇帝不是没有 但四位妻子都是二婚女人的 历史上仅过为一人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